很吵啊 所以就起了一个嗔恨心 好料呢 当可以吃鸟 也可以来吃这个鱼 所以呢 他这个禅定功夫啊 成就啊 得到这个天界的果报 但是呢 天府响尽了 就直接堕落这个畜生道 当这个飞梨啊 既可以飞可以吃鸟 又可以入水吃鱼 你看 好不容易的精进用功修禅 就因为这个心性的没有条柔 听到这个鸟叫咸横草 听到这个鱼要水面咸横草 就起了这么一个嗔恨心之后 虽然呢 禅定成就上身这个天界享福啊 福报享尽啊 堕落直接就堕落这个非礼畜生道 去满他的愿啊 既可以吃鸟 又可以入水吃鱼啊 那不是很可惜吗 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这个观念正确很重要 观念正确才不会做白功啊 才不会做白功啊 那观念不正确啊 虽然很精进用功啊 那中贵还是在三界有肉之内 没有跳脱这个三界轮回之外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这个福是基本功啊 福是基本功 那在修福的时候呢 这个观念的正确很重要 观念的正确很重要 自然而然呢 就能够开显这个波仁庙智慧 那什么叫波仁庙智慧 波仁庙智慧 波仁庙智慧不是说自己就很行 有时候不一定说一定要自己很行 而是你有一颗宽阔虚怀弱骨的心 你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 刘邦说论打仗带兵 他不如这个韩信 论这个运筹帷幄 他不如这个萧和张良 他刘邦也自己说他不是最好的将领啊 也不是最好的这个文采 但是呢 他却能够倾听这些将领的意见 所以这些将领呢 就愿意为他效劳 所以呢 刘邦 并没有比项羽来的厉害 但是呢 天下却是刘邦打下来的 项羽很厉害 气概三合 但是项羽只有一个 人才而已 而刘邦反而有那么多的人才辅助他 差别差在哪里 差别差在项羽就干壁自用 他不愿意听从别人的意见 那刘邦不是 刘邦能够广纳众眼 所以不是你厉害 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而在你能不能有这个虚怀落骨的心 去倾听专专业人士的意见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那你为什么能够倾听专业人士的意见 因为你虚怀落骨 你谦虚 你尊重专业 所以这些专业人士啊 就愿意付出 为你效劳 刘邦就是因为这样 天下就被刘邦拿下 而项羽那么有才华 但是呢 天下却不是项羽拿到的 所以从这些典故里面 都让我们去好好的体会到说 一个人啊 为什么不得说千受益满遭损 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 你才能知道自己的盲点在哪里 不能倾听自己的别人的意见 都坚持己意 坚持只见 到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吃亏的还是自己 所以在这个大专学生的时候 去亲近参与老法师 让我学到一点 就是人家那个老法师啊 大家南北走透透 八十几岁 那我们去亲近他的时候 才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但是这些老法师啊 他还是会问我们这些 年轻小伙子的看法怎么样 就让我深深体会到说 这一个老法师都还愿意这样的一个 谦虚的聆听我们这些小伙子的意见 那我们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更应该多多听从这个长辈的意见 所以从这个亲近参与老法师里面 就让我深深的学到说 会问很重要 会问你才能受益 那如果凡事呢 都认为自己懂自己会 有时候呢 反而呢 看不到自己的盲点 因为我们看到都是 眼前我们看到的地方 背面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不知道 那背面看不到就要仰赖别人啊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啊 仰赖别人 他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 看不到的背面那一层啊 所以古德说这个福报 具足了 这个会啊 他自然而然会开写 自然而然是开写 这些都是古德啊 他们一生的一个宝贵经验 宝贵经验 但我们现在人呢 因为呢 这个现在的 这个观念啊 就竖程 竖程 总是马上要立根进你 所以就没有古德呢 那种蹲马步的耐性 没有蹲马步的那一种耐性 就马上能够希望说能够见效 所以呢 就比较不会去呢 听从古德的意见啊 这个自我意识啊 比较高障 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自己想闭关 那就要想去闭关 也不会去听听师长的意见 那师长不允许 那就偷跑出去 就偷跑出去去闭关 等到闭关呢 真如自己所愿啊 没有人吵 也没有杂事来干扰 可以呢 真的好好的静下心来精进用功 但是呢 这个时候啊 就因为你的精进用功 就把我们过去的业障 激发出来 烦恼就起来了 看那个也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对劲 自然的 这个烦恼就从内心起来 这些都是我们修行的 我们不晓得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我们也没有去请教过 这些过来人啊 我们不知道 当这些烦恼起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卡住了 就在这个地方卡住了 我们从这些以前呢 这个有闭关经验的人啊 他的一个日记里面啊 其实我们也都可以看得到 这些经验 这些经验 所以你看这个慧远大师啊 他那么样的有才华 他在去亲近 道安大师的二十一岁 亲近道安大师 他已经是饱读诗书啊 二十四岁呢 这个道安就让他呢 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 但是呢 当这个慧勇啊 慧勇啊 要跟这个慧远啊 一起呢 去山上呢 驻山修行 这个慧远啊 就被道安留下来 就被道安留下来 道安不让这个慧远 这么早离开 这么早离开 所以这个慧远 他就自己先离开 然后先到这个庐山 庐山 住持这个西陵寺 西陵寺 那慧远呢 就留在这个道安的身边啊 继续学习 在这个香养十五年啊 就给慧远啊 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 到了这个福尖呢 攻打香养的时候啊 这个道安才让慧远离开啊 才让慧远离开 所以一个师长啊 他必然知道这个徒弟的情况 什么时候该离开 什么时候还不可以离开 这个师长啊 心中自有底啊 自有底 但是师长他不一定会明说 师长他也不会说破 他只会把你留在身边 那如果这个徒弟呢 他有依教奉行 听从师长的指示啊 留在身边啊 那他就得利啊 他就得利啊 而在这个 不管是这个 修行方面啊 或是道业学问上面啊 都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 这个慧远啊 就因为有道安 把他留下来 不让他跟着慧远 去住山啊 在这个香养这十五年啊 香养这十五年啊 他就呢 让这个慧远 在这个佛学方面也好 在这个修行上面也好 就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 所以这个 师长的指示啊 师长的教导啊 师长的宝贵意见啊 都是我们的宝啊 都是我们的宝啊 那我们读中国佛教史 从这些古德的经验 就是给我们呢 一面镜子 一面镜子 我们能够呢 把它呢 融化 学以致用 学以致用 那我们在这个 菩提道业修行上面呢 有一条康庄大道 那这样才是我们读这个 中国佛教史的最大用意啊 不然这些都是 过去的历史啊 如果把它当知识来学 那只是死资料而已啊 死料死料 难听一点 就死的资料 但是你会活用 那就佛用 佛法 你不会活用 就不是佛法 死的法 死料 死掉的 死掉的这个资料而已啊 所以这个语法兰 的一个简单的 就这么几句记录啊 但是我们从中 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去体会啊 可以从中体会到很多的一些 我们对我们修行有所注意的 的一些观念 的一些观念 那这个佛法兰的徒弟 叫佛法开 佛法开 这佛法开呢 跟这个支道林呢 大概同一时候 也都居住在这个会计 也都曾经受这个东京哀帝的这个邀请 皇帝的邀请呢 都到这个南京 建康 去呢 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 那这个余法开呢 善于这个放光跟法华经 祖树奇婆妙通医法 这个奇婆呢 是这个 冰婆沙罗王跟阿瑟士王的御医 是佛陀石 是佛陀时代的一个御医 相当于我们藏国的这个扁鹊 它在医术上面呢 很很高很高明很高明 所以这个余法开本身 它也懂得医术 它也懂得医术 那它在这个埃帝的时候呢 被埃帝呢 邀请到斩金讲这个放光金 放光金 放光金就是诸世喜到余田 求这个波尔金回来这个放光金 那旧学报以莫不应之批事 讲经呢 持环东山 那这志顿呢 也是一样 他在说这个埃帝呢 到这个南京的东安寺讲 道行波尔金 道行波尔金 这个资楼加称最早 这个安寺高翻译禅法 安邦所义金 那志愁加称呢 就是翻译这个波尔金 就是道行波尔金 这最早的 传入的这个波尔布经典 那因为这个经典 刚传入中国 还有一些不完备的 所以就有诸世行 西去余田 再去求金 就带回这个放光金 这个差别 但是都是属于波尔布 小品波尔 都是属于小品波尔 那也一样 这道理呢 在京都呢 讲经的时候呢 白黑寝从朝野乐福啊 流金三年呢 奶环东山啊 他们两个人 同一时代 先后呢 都受这个埃帝的邀请 在这个南京呢 讲这个波尔布的经典 波尔布的经典 那这个齐婆呢 又争为齐玉 他住在这个灵鳩山 灵鳩山 那是品波沙洛王阿瑟士王的玉医 那他曾劝导这个阿瑟士王 阿瑟士王杀他的父亲嘛 品波沙洛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父之罪啊 这个 齐婆呢 就劝导这个阿瑟士王 要去跟佛陀 忏悔 忏悔 他有这么一个典故 这个民生呢 抵美我们 中国藏国的时代的这个扁鹊 那这有一个典 有一个公案故事 也跟着大家 说一下 就是这个 在这个秋药经里面的 马玉品里面有记载说 这佛在 罗月城 罗月城是王色城 这个竹园金色 竹园金色 请佛陀 来这个 他去供养这个佛陀 这个邀请佛陀呢 前去给他 这个受贡 那这个 齐婆呢 他没有邀请周律盘陀 盘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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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帘 盘陀 盘陀 ilde 因为周历磐陀切他很笨 扫走两个字 记得扫忘了走 记得走忘了扫 所以他就不请周历磐陀切 前去给他应供 佛陀去的时候 齐佛当然就要端出清水 给佛陀洗手也好 擦脸也好 或洗脚也好 佛就不受齐玉端来的干净的水 齐佛就很纳闷 就问佛说 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清净的水 佛就跟齐佛说 你为什么没有邀请周历磐陀切 前来应供 齐佛就说 这个周历磐陀切这么笨 四个月 记这个盗走两个字记不起来 重来一般的牧养的人 都能够记起来 他身为一个比丘 居然四个月 没办法这个扫帚两个字 把他记起来 这么笨的人 我干嘛要 请他来接受我的应供呢 接受我的供养呢 那佛就跟齐佛说 你如果不邀请周历磐陀切来的话 我就不接受你的这个 清净的水 意思是我就不接受你的应供 你的供养 那齐佛没办法 就赶快去找这个周历磐陀切啦 那周历磐陀切一到来的时候 佛就把这个波拿给阿难 请阿难把这个波拿给周历磐陀切 然后再跟周历磐陀切说 你不用离坐 你就坐在你的原地 把这个波拿来给我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显神通啦 这个佛陀允许周历磐陀切显神通了 所以这个周历磐陀切呢 他就没有离坐 就把这个波呢 送到佛陀的手里 当然这齐佛一看啦 吓呆啦 这个四个月啊 背这个扫帚两个字背不起来的这个 周历磐陀切这么笨的人 他居然呢 有这个神通呢 他就这个齐佛就跟佛陀忏悔啊 然后呢 就特别殷勤地 招待这个周历磐陀切 反而呢 怠慢了这个其他的这个五百比丘啊 五百比丘 就是这样 这个齐佛 那当然这个波尔贝偶 他过去的姻缘啦 我们就不讲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 初药经的马玉品里面 这个 为什么这个齐佛 邀请周历磐陀切来了之后 看到周历磐陀切 能够不离坐 不起坐 就把这个佛的波送到佛的手里 这样的一个神通之后呢 就特别对这个周历磐陀切 因为殷勤招待 反而怠慢了其他五百位比丘的 这个过去姻缘 就有兴趣的人呢 你就自己去找经典来看 找经典来看 这是这个齐佛 齐佛 那这个 《语法开》跟 《之盾》 《之道领》 他们都曾经受这个 敬哀地的邀请在京都里面 讲这个波尔经 讲这个波尔经 但是 后来呢 后来 两位 却因为呢 因为这个《之道领》 后来的名声 比较大 比较大 所以这个《语法开》呢 他就愤恨不平 愤恨不平 就离开了这个都会 隐居在山林里面 隐居在山林里面 所以这个《史书》里面就有记载说 如果两个人原本呢 如果是各书所学啊 《红中眼教》 则可以互相辉映 《奈何》呢 这个《世俗令玉》 《寄伴》 《难免放不下》 或者《寄生语》 《何必生量》 《余量》 《情节》 就有点类似这个地方啊 这《语法开》跟《知遁》 就有点这个 这个《诸葛亮》 跟《周语》的这个情节 相类同 相类同 那我们等到下一节课 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就休息15分钟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至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干露遍洒各地 润则全身 顾持邮局画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宗教慈悲智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新逢智金节 明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万倍 佛教慈悲至业 宗教慈悲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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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慈悲智法师领众 时间7月11日星期四 下午1点半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慕福恩 新逢观音菩萨成道日 明镜月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兆备 佛教慈悲至业 宗教慈悲至业 宗教慈悲至业 举办八观灾戒 礼拜大悲惨 即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7月24日星期三 八点半八观灾戒法会 十三点半礼拜大悲惨 十六点半万灯祈福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慕福恩 法会备有寿陶面线 提供参与法会的大德结缘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高雄中山分会 免费健康蔬食餐和结缘 5月来到了林雅区奏节礼 每月农历15日 恰好也是众所皆知的假菜礼 林丰富里长很欢喜参与一起 来推动健康蔬食 让里民吃出健康 也爱环保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今天真的是有缘 跟我们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来举办这个 在里内送爱心便当 就是上个月 他们在林隆里也举办送爱心的活动 让我感受到说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他们所做的是照顾在地的老人 给他们一个温暖的爱心便当 还有那个益检 让我觉得我里内也需要这样的活动 所以才跟那个基金会 这边接洽来举办这个爱心便当发送 还有益检的活动 里民蛮踊跃的 这些我们长辈啊 我们里内的长辈 你看都蛮踊跃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也让大家尝到那个素食的健康 吃素食是一种未来的趋势啊 不会造成我们以后社会的一些污染啊 我们提倡吃素食活动 以上就是我的心理感受啊 谢谢 林雅区奏节礼 李明开心参与响应 美味的蔬食便当加果汁 主办单位很贴心准备 每一次的蔬食结缘活动 另一边益检的礼法师傅 手忙不停一位接一位 好手艺剪出了好口碑了 今天的婆婆妈妈 叔叔伯伯李明们相当踊跃 清爽的发型好欢喜 凉爽的天气突然下起雨来了 林丰富里长亲力轻微 为李明撑伞 有意义的活动不喊咖 这也是善缘的开始与力量 感谢各乡里共同成就每一次的善因缘 希望人人如素一餐 身体健康了 杀业减少了 您也是环保爱地球的小尖兵 广邀大家一起来推广素食活动 愿大众每一个善念 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 称念南摩观星菩萨神号 回向世界和平 李明健康快乐 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 佛学尝试 生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出家人的鞋子上有六个洞 为什么出家人鞋子上要有洞呢 是为了比较凉爽吗 还是为了透气呢 都不是 出家人的鞋子上要有洞 代表低头看得破 我们头一低 看到有鞋子上有洞 但是 做人处事何尝不是如此呢 要学着谦卑低头 而且呢 看破 就是说 出家人的鞋子 有它的法义 让我们能够 学着低头 学着看破 那 进一步 六个洞 代表六多人力 为什么不是坐在衣服上 而要坐在鞋子上 代表六波罗蜜的修行 是要用脚去实践它 是要去实行它 所以出家人的鞋子 一看到六个洞 就要反省自己 我们有没有在力行 在实践六波罗蜜呢 我们有没有 慢慢的透过六波罗蜜 而迈向成佛之道 这就是生死的代表意义 你的民族 中国的外国人 华女爱乐 中国的外国人 Joker感受 ed Kenny